明朝王国启示录 明朝才揭开这层遮羞布彻底解除海禁 这件事号称龙庆开关 距离张居正变法只有几年的时间 于是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形象被定格成不懂经济的土包子 如果朱元璋知道后人说他不懂经济 不知道会不会起来打人 其实朱元璋搞海禁有一套自己的经济逻辑 明朝政府控制力强大的时候 海禁确实阻断了民间和海外的经济贸易 但和海禁配套的政策是朝贡 也就是藩蜀国带着香料、象牙等土特产进贡皇帝 皇帝表示宽宏大量 随手赏赐一些瓷器、宣纸和金银等东西 这种政治高于经济的朝贡方式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 最赚钱的则是另一种 藩蜀国在朝贡的时候 皇帝允许他们多带一些香料和象牙 用来和明朝交易 而且往往是卖给官方部门 等朝贡仪式结束 双方再把贡品和赏赐拿到市场卖掉 实现利益最大化 不就是些香料和瓷器吗 怎么可能值钱呢 其实很值钱 因为几百年前的世界交通不发达 导致商品不能大规模流通 很多地方的土特产运不出去 需要的商品也运不过来 于是便产生了差价 可能大米在江南很普通 但是在甘肃就是奢侈品 辽东的皮毛不值钱 但是在广东就能翻十倍 这就是交通带来的商业利润 朝贡的东西也一样 东南亚的番薯国遍地都是香料象牙 对他们来说不值钱 可一旦运到中国便能翻几十倍 中国的瓷器白纸只是日用品 但对东南亚番薯国来说 属于千金难求的好东西 于是东南亚番薯国在陈福的身影下 藏着牟利赚钱的小心思 明朝在宣扬大国威严的同时 也有丰厚的贸易收入 所以朱元璋不是真的闭关锁国 而是废除民间的海外贸易 把经济纳入朝贡体系之中 由国家垄断贸易的利润 换句话说 海外贸易必须国家部门来做 私人企业不能插手 静难之一后 燕王朱立登上皇位 继续执行朱元璋的政策 并且重新成立士博司 专门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 接待朝贡的藩属国使团 国家垄断的贸易体系 比朱元璋时代更严密了 而且在垄断经济利益的同时 明朝还有继承元朝 做天下共主的心思 朱元璋的继皇帝魏赵 有几句话 自宋运记中 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原为天下主 传及子孙百有余年 今命运一中 海内疆土豪杰纷争 朕本怀有庶民 上天眷顾祖宗之灵 一衬逐鹿之秋 至英贤于左右 意思就是 元朝曾经是横跨亚欧的天下共主 现在寿终正寝了 这个天下共主的宝座 轮到大明朝坐了 你们都等着吧 朱棣给藩属国写过一封信 朕奉天命 君主天下 凡复在之内日月所照 双路所矮之处 其人民老少 皆欲使之遂其生业 不知所失 而等抵顺天道 可遵朕言 寻礼安分 武德伟岳 不可欺寡 不可凌弱 数据共享太平之福 朱棣的意思也很明白 大明朝是天下共主 你们都要听话 谁要是违背大明朝的命令 耶稣也留不住他 可见明朝的野心有多大 既然朝贡和海贱是明朝的两条腿 而外交和贸易又在朝贡体系内 于是 为了征服天下和财政收入 朱棣登基的第三年 便推出了正和下西洋的大手笔 以前的主流观点认为 正和下西洋是秘密寻找朱允文 这不扯淡吗 朱棣宣布朱允文自焚以后 才坐上皇位 这是他的合法性来源 不管朱允文是不是真的死了 朱棣都要坚持自己的说法 只要朱棣一口咬定朱允文死了 那他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甭管谁打着朱允文的旗号造反 他都可以说是假的 大家千万别上当 说他死就是死 不死也死 可是要朱棣羞答答的 炒朱允文还派出几万人乘船出海 这不是告诉天下人 朱允文还活着 你们可以造反了 那朱棣的皇位合法性怎么说 所以说正和下西洋 是找朱允文的说法 完全是扯淡的 大家一个字都不要信 朱棣作为唯一造反成功的藩王 怎么可能是政治小白 实际上正和下西洋有个任务 正和贸易路线 增加明朝的政法收入 宣扬大明国威 扩大 朝贡体系 正和的舰队每到一个地方 第一件事便是召集当地国王和百姓 宣读朱棣诏书 然后鼓励他们向明朝朝贡 正和的无敌舰队出现在家门口 即便国王想拒绝 也得担心 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而且像中国王朝朝贡 是千年的传统 实在没有拒绝的必要 于是正和的舰队走到哪里 朝贡体系就扩大到什么地方 那些东南亚国家纷纷表示 我去 真理只在舰队出现的地方 经过几次远航 明朝的朝贡体系越来越大 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广 藩属国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给朱棣写信 请示宗主国的态度 朱棣也会以天朝上国的身份 调节藩属国的矛盾 比如越南境内的战城和安南发生战争 战城国王就派使者去南京汇报 请求朱棣主持公道 朱棣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派人去两国劝和 并向安南提出警告 两国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 但是归天子管理 安南怎么能势强凌弱呢 赶紧原路返回 天子就是明朝皇帝 天下各家的大家长 在明朝的朝贡体系里 天下各国都是一家人 对于家庭内的任何事情 大家长都能一言而诀 谁不听话就要打屁股 后来安南不听话 朱棣直接出兵灭国 在安南设立交纸布政史司 服从明朝就是家庭成员 敢挑衅家长的权威 直接开出户籍 朱棣恩为病师 天下共主做得稳稳当当 政治和军事走出国门以后 明朝的经济外循环也运转起来 正和的舰队出海 要装满丝绸 瓷器 药材 铁器等产品 在海外宣示诏书之后 就会和土著 以物异物做生意 分数国主要用香料来交易 比如豆蔻500文一斤 陈香三罐一斤 苏木500文一斤 这些明朝境内的奢侈品 在东南亚便宜得一塌糊涂 而正和的出价是这样的 青白花瓷盘500冠一个 九海1500冠一个 也就是说一个青白花瓷器 就能换来1000斤豆蔻 或者160斤陈香 这些豆蔻 陈香 胡椒等香料运回中国 在以美金10到20辆的价格卖出 于是正和在两边都是低买高卖 利润何止20倍 那香料有什么用呢 费什么如此值钱 其实主要是几个用途 其一是治病 明朝正好赶上小冰河时期 导致气候很不稳定 经常发生流行性瘟疫 一次性能死几万人 而用陈香做成的陈香 额尾丸 虽然不能根治瘟疫 但是能缓解症状 要是人体的免疫力强 说不定就挺过来了 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 有陈香阿味完已经很好了 其二是调味 香料里的胡椒豆蔻 回香和孜然 都是美食的必需品啊 吃货都不陌生 没有这些东西 再新鲜的食材都做不出美食来 明以食为天 你说香料重要不 百年后的欧洲出现大航海运动 也是为了去印度找香料 如果明朝不拉胯的话 相当于垄断了香料的货源 欧洲的大航海基本没戏了 再不计 也是东西方提前进入对抗阶段 欧洲不可能顺利的建立殖民体系 据明史专家考证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收益 保守估计是黄金72万两 白银1276万两 正因为有了这笔财政收入 再加上建国初期充沛的农业税收 朱棣才能武征蒙古 旗下西洋 疏通运河 修永乐大典 财政是国运的基本条件 没有钱 什么事都办不了 即便朱棣花钱如流水 到1473年 库房里还有240万两白银 那时已经是玄孙朱建身做皇帝 距离郑和夏西洋过去几十年了 红利还没吃完 所以郑和夏西洋做贸易 非但没有劳民伤财 反而支撑起明朝如日中天的国运 朱棣通过夏西洋的大手笔 一方面宣扬明朝的武力军威 建立起庞大稳定的朝贡体系 另一方面疏通海洋贸易线 和几十个国家 共同组成一个亚洲贸易网络 并且在马六甲海峡建立旧港宣卫司 作为明朝的海外领地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的海洋国家 然而这个以明朝为中心的政经网络 和所有民间资本都没什么关系 完全由皇帝和朝廷控制 这是明朝前期国力强大的基本盘 1433年 郑和第七次夏西洋 最远达到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 郑和也在这次航海中去世 此后明朝夏西洋的运动 基本停止了 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说 夏西洋是劳民伤财 吃力不讨好 以后别再折腾了 咱们关起门来好好过日子吧 表面上来看 他们都是宫中体国的好官员 一心一意为了国家谋福利 可背后的动机恐怕不这么单纯 因为郑和夏西洋的利润 基本都进了皇帝的内裤 和朝廷官员没什么关系 如果后代皇帝和朱棣一样 为了国家前途筹划 可以把钱交给官员分配 做一些大工程什么的 可要是皇帝没有上尽心 用这些钱来享受生活 朝廷官员也管不着 既然官员和地方土豪不能瓜分 那他们凭什么要求夏西洋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郑和七次夏西洋清理了海盗 整合了亚洲的政经网络 建立了理想的经商环境 现在不用朝廷派出海军舰队 民间资本也能顺利航行 而不必担心海盗抢劫 于是在朝廷官员叫停下西洋之后 明朝的民间资本沿着郑和的航线 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走私贸易 换句话说 国家费尽心思建立的贸易环境 最终被民间资本排挤出去了 当时的人就说了 豪门巨市间有城巨船贸易海外者 广东有利者皆私通帆船 可见走私贸易已经成为了不是秘密的秘密 至于这朝廷的禁海令 反正朝里有人 他们根本不在乎 但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哦 当欧洲的大航海启动以后 那些受到国家支持的欧洲冒险家 顺着洋流来到印度洋和东南亚附近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只为赚取丰厚的利润 在欧洲冒险家的概念里 资本和国家是绑定在一起的 甚至是资本组成了国家 国家反过来保护资本 这是进攻性非常厉害的国家资本集团 他们逐渐渗透到明朝的贸易网中 垄断了印度洋和东南亚的贸易线 重新打造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网 并且占领旧港宣卫斯 台湾和澳门 而失去国家保护的明朝民间资本 属于典型的战五渣 根本没能力维护明朝的贸易网 最终沦为只能赚些小钱的二道贩子 也就是走私瓷器到东南亚 然后转卖给荷兰人 至于荷兰人能赚多少钱 和他们都没关系 至于香料的利润 草就被欧洲人抢走了 曾经是海洋帝国的明朝 彻底失去了海洋 所以说中国的民间资本是纸老虎 属于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因为中国的民间资本 永远在试图摆脱国家权利 而欧洲的资本和国家 永远是绑定在一起的单纯的资本 用什么和国家资本集团竞争 在中国这种极权国家 只有国家严格控制民间资本的时代 才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一旦国家失去主导权 面对有国家保护的欧洲资本 中国的民间资本毫无胜算 然后便会削弱国家的力量 甚至是亡国灭种 明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明朝官员叫停下西洋运动 欧洲资本抢走明朝的贸易网 结果便是明朝失去丰厚的财政来源 只能用农业税续命 关于这农业税 我们以前说过很多 简而言之就是 土地是有限的 人口增长是无限的 以有限的土地供养无限的人口 最终会有很多人没有土地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家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 兼并土地的豪族 又会隐藏土地不交税 凡是靠农业税过日子的国家 基本都活不过三百年大限 那民间资本的贸易利润 国家就不能收税吗 别闹 明朝的民间资本是走私 赚了钱偷着乐就行了 还敢向国家交税 怕是活腻了吧 即便正经商人交税 也只有3%的利率 嘉景皇帝去世以后 明朝确实发现走私问题严重 觉得赌不如书 索性解除海界允许民间自由出海贸易 可是经过两百年的运转 国家的控制力急剧下降 再加上民间资本已经伟大不掉 和朝廷官员荣辱与共 根本收不上税来 再说了 明朝自费武功 已经没有海军舰队了 根本没有能力保护民间资本的海外贸易 那还为什么要交税 随便给朝廷撒瓜俩枣 意思一下算了 于是在龙庆开关之后 万历年间的关税 只有可怜的22万两白银 这点钱对于国家来说 能干什么 所以明朝万历年间的三次战争 把张居正改革的积蓄耗费一空 就差点关门打烊了 崇祯皇帝的时候更穷 仓库里都能跑老鼠 崇祯和大臣商量 裁撤全国的驿站 每年能省几十万两 结果李自成同志光荣下岗 愤怒地参加了造反运动 而在明朝艰苦度日的时候 江南豪族依然在做走私贸易 却用不着向朝廷交税 赚多少钱都是自己的 1626年的福建港口 有120艘船出海 其中4艘去雅加达 4艘去柬埔寨 4艘去越南 3艘去泰国 另外100多艘则去了马尼拉 有荷兰海盗抢了明朝的商船 发现里面有十万个瓷碑 一万个瓷盘 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 明朝末年运往欧洲的瓷器越来越多 1610年是9220件 1612年是38641件 1636年是259300件 到了1639年达到306000件 可想而知利润有多大 但和国家没关系 那时离明朝灭亡 只剩短短五年 朝廷财政连年赤字 常年走在破产的边缘 北方连年大旱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江南豪商却在挖空国家墙角之后 甘心做一个出卖手工业品的二道贩子 在全球化中吃点残缸剩饭 享受虚假的繁荣 五年后满清入关 八旗和穷疯了的明军联手 迅速征服穷困的华北地区 然后冰封指向江南那些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豪商 也等来无穷无尽的屠杀和替发令 而满清入关才发现 江南的海外贸易太难治理了 怎么办呢 既然不好治理 那就干脆不治理了 直接海禁吧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闭关锁国 其实明朝的核心问题是 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制度脱节了 满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但他们的改进办法不是改进制度 而是直接让生产力落后几百年 来适应落后的制度 明朝航海二百多年 国家资本被排挤出去 民间资本吃得满嘴流油 最终和他们嫌弃的国家 一起走向灭亡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资本天然带有趋利性 尤其是国家和民间博弈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激烈的斗争 但是没办法 毕竟资本的背后是人 而人性有自私和趋利的基因 在这方面 明朝已经做了非常深刻的教训 因为我们的一项是在这一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